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 复国和强军统一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需求 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量国防预算时 手中有两本账 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安全账 近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 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挑战 从国际看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时有抬头 一些国家单边主义盛行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受到冲击 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 从国内看 安全威胁多元复杂 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厌均 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 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 国土安全和海外利益 也都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危险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要做到 居安思危 有备 无患 国防费的增长 也是中国军队履行更多国际责任的需要 随着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 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的期待也在上升 中国军队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已派35批海军舰艇编队 辅亚丁湾佐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 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赛 国防费保持适度稳定增长 将有助于中国军队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 为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 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费公开透明 开支水平合理适度 中国国防开支 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 与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的 保障需求相比 与自身建设发展的保障需求相比 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国防费适度稳定增长 理所应当很有必要